站在社子岛看出去的视野竟是如此宝贵 这是位于士林区其中一块虫画地 在郭副总与团队的努力下 不仅赋予土地生命 也将人带进了新生命创造的源头 人在我们公司是一个稳定的基石 我们公司的流动力几乎是零 所以我们人是很稳定 让我们身为主管的我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再往前想往前做 做一些更有愿景的事情 打造给员工更安定的一些舞台 让员工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发热去表演 在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尽情地放射光芒 同时也秉持着专业 认真 负责的精神 在为台北这片土地努力不懈 不仅是对社会有责任 更是对你我也有一份使命感 其实我会把客人当作是客人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来讲都是把他们当朋友 当家人然后真心地对待他们 我还是把客户当成是贵人贵宾 那我会把我的一些得到的一些行情资讯 或者是现在整个经济上面的一些分析 我提供客户做一些参考 无论是朋友还是贵宾 都无法抹去他们想给客户最完善的服务 即便在客户拜访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当地开门犬的突袭 但他们仍旧微笑面对从不却步 曾经处理过最多人的是 一笔土地里面就有12个兄弟姐妹 讲起来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因为 当初12个兄弟姐妹 但是就已经分成四个派系 那藉由就是我一起 我帮他们处理完这种土地的时候 慢慢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因为帮他们成交 而是让他们的兄弟姐妹感情慢慢的恢复 此外他们也会深耕当地 与客户零距离接触 了解客户需求 甚至身体力行 融入在客户生活中 与伙伴们一起努力 赋予这块土地新风貌 我们公司的几个团队就是每一个团队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女孩子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在一个团队里面是扮演很好的角色 它就是有一个润滑 润滑剂 所以每一组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女孩子 我们各个同事之间彼此交流 或者说可能昨天你跟哪些客户结洽 然后分享了哪一些客户 比如是哪些客户成交了 或是他们家族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彼此做个交流 就是一个是市场上的行情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跟同仁之间 我常鼓励也起起自己说 我们要把彼此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 最亲密的伙伴 而且我们都有责任跟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很整齐 至少让自己看起来很干净 很健康 很微笑 然后很正面 很阳光 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的提醒对方 我们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 一定要要求自己 然后我们才能一同向上发展 郭副总不但愿意与伙伴们一起成长 每年也会让员工接受教育训练 取得专业征兆 提升专业度 使自己的能力再次备受肯定 像CCIM 这种国际认证的那种不动产投资师 我也是希望在税务和法务上面去了解 毕竟蛮多客户是法人机构 客户还是会希望对你的专业要求提高 特别的是图书馆办公室也是他们提升自我的管道 透过书籍的阅读以及读书会 帮助同仁们能够从不会到会 从不知到知 只要你愿意学习 公司会给你时间 给你工价 给你金钱补助 这就是我们把公司的同仁当作是家人 当作是伙伴的一个做法 我们希望能够他能够进步 跟着公司一起成长 一起茁壮 未来他们会继续带着坚定的步伐 往前迈进 持续为这片土地创造地产新生命